先从配运好了 好 我的故事是 这是发生在我家族里面的一个真实小故事 那么这个事情大家也有二三十年了 那么在家里面呢 我们通常都非常忌讳来谈这个事情 因为这是发生在我小姑姑 就是我父亲的妹妹 对 这个样子 小姑姑 还有这个是戴眼线的 在旁边戴眼线的这一个 这一位吗 对 那一位 然后就是我父亲 王强先生 对 那就是我小姑姑她自杀身亡 就是这一位吗 就是这一位 对 就是她 为什么要自杀呢 这一故事她是长起来非常长 希望你们有耐心的听她有前因后果的 那时候我小姑姑差不多二十岁左右 那时候谈恋爱 她非常爱她的男朋友 她男朋友长得非常的英俊 那可是之后这个男的呢 她就爱上了别的女人 有第三者 好 那我小姑就是非常伤心 那所以她就找了一个非常奇貌不扬的男孩子来交往 她想那这个总不会不要我了吧 好 然后结果没想到的是这个奇貌不扬的男友也不要她了 让她完全非常对自己非常的绝望 因为她真的是这么没有用吗 然后后来那就是有一天晚上 那她就趁着全家人搭出去吃喜酒 只有她一个人在家 那时候我们都是用盐酸洗厕所冲洗马桶 那她就喝了盐酸 喝了盐酸 肝肠剧烈耶 对 喝下去整个肝肠剧烈耶 很痛的 然后再把她送医 送医呢 好 那到了医院医生拼命灌牛奶 然后很痛 她那时候一直想她痛苦这样子 医生就说已经没有救了 那只能一直给她打马飞 那时候我爷爷一个人在家里头 那后来呢 爷爷这就在等待在客厅等啊 等到半夜差不多三点半的时候 那时候她听到门口 大门口 哼哒 一声 然后迷迷糊糊她这样起来了 起来之后她一看到 看到我小姑姑回来 她说你回来啦 回来就好 然后她说你太怕我回来 这样 然后后来我爷爷又迷糊又睡着了 去找那之后 后来第二天早上 那奶奶一群家人从医院赶回来 告诉我爷爷 说小姑姑过世了过去了 那爷爷很奇怪 没有她昨天晚上回来过啊 然后一看确定时间三点半回来过 本来说 她就随往三点半的时候左右过去的 然后就回来跟爷爷说一声 那到 因为我的记忆啊 我很奇怪 我比较容易感应到自己这些事情 我的记忆是非常早 我那时候我跟我妹妹两个人之间相差三岁 那时候我记得我妹妹快要出世 我妈妈还大肚子怀的 我妹妹快要出世的时候 那时候大概两岁多将近三岁 那晚上我 我睡 就咪咪咪咪咪咪 半夜然后听到有个叫 贝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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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来 我一起你轻一睁看一看 啊 是我小姑姑 然后小姑姑然后带着几个人 那里穿着清朝的衣服 然后还带着乌纱帽 然后他在这些 是我们一直在讲话 我听到他们在讲些什么 然后过了一会儿 他就消失了 我小姑姑他就是不回来 他过了没多久 哎呀又像 好像你们这样子的烟你知道吗 一阵一天这样出来 又看到一只很大的老虎 然后就在门口一直徘徊 一直徘徊走来走去 然后走来走 过没多久老虎又消失了 然后后来又过了一下 那时候我就一直不敢睡 我就想害怕 我就看到就是人去世的时候 不是会有这个同男同女吗 然后就这么小而已 然后就站在那个门口门脚边 这样一边讲 这样子 他会这样的声音 他会讲些什么话 那到后来呢 我们想一想 我们认为 在我们的想法 我们认为 他们是带我妹妹来 那因为我妹妹正好 那年出生是虎年 我妹妹是属老虎的 我们就因为认为 是我小姑姑陪着我妹妹 然后一起来投胎转世的 好那就是有这样子的 我有这样子的一个记忆在 好然后这个事情 之后没有多久 那很妙的是 过了大概几年之后呢 都没有再梦到他了 过了几年之后 然后有一次我做梦 然后我奶奶也做梦 我妈妈也做梦 而且都是同一天晚上 然后我小姑姑来托梦 她说她想要结婚了 她说她们想要结婚 那很妙 那讲早上起来都干 就跟我妈讲这个事啊 后来那边 奶奶说我们肯定也梦到同样的梦 而且她们也有这个名字 罗伊凡 就更觉得是 然后我们到那个灵谷塔去 一看真的就在她的骨灰坛旁边 就是一个罗伊凡 然后我们就赶快就透过 灵谷塔的那个管理委员会 去找到罗伊凡的家属 那罗伊凡家属也真妙 她们也在同一天 做到同样的梦 然后呢 她说 对 她说 她们做了儿子 儿子说她想要 也想要结婚了 还是在她旁边 认识了一个女孩子 那也叫做王晓威 名字都长出来了 那这样我们觉得太 这样真的是太小 就赶快我们就请了法师 然后帮她们就是做这个 所谓的这个叫做 冥婚 冥婚的仪式 对 冥婚的仪式 然后办烧了一些 就是车子啊 纸包的车子啊 还有房子啊 这些之类的 然后后来 那过了没几年 我又做了一个梦 然后我慢慢又做了 我奶奶又是我们三个人 奶奶又做了一个梦 梦到呢 我小姑姑 然后跟我小姑丈也出现了 然后她们在一个 很像类似好像天台的地方 然后小姑姑就抱着手上 抱着一个小贝比 然后她说 贝贝 来 你来看 她说这是我儿子 然后自此之后呢 那时候感觉非常的开心 自此之后就完全都没有再闹到她了 那现在我也有带一些照片来 那就是在前两个月 那她们因为南方家里面呢 移居到澳洲去 那这是她们在澳洲的祖坟 那把我小姑姑的骨灰 给带到那儿去 这是我小姑姑的骨灰 然后这个是罗伊凡小姑丈的骨灰 然后这是她们的爷爷奶奶的骨灰 埋在一块 所以老师我想请问 你在冥界里面啊 她们不是灵魂吗 灵魂怎么会生小孩 你不可思议啊 这就是我们讲到在灵界 有灵界的一个生活 其实跟杨坚是完全相同 只是她是正反两面 而且冥婚这个仪式 像男女共同合葬这种的 事实上从周朝开始 就已经开始有 那周朝那时候有 《地观美事》这一本书 它就已经明确记载 在当时就已经有 所谓的冥婚的形式 而且刚开始的时候是双方 也是双方死掉之后一起合葬 那么到后来慢慢慢慢演变 也就是到台湾之后 那么有一些沿海的身份 那么才开始改变成 比如说女孩子死亡之后没有结婚 那么还会回来讨家 然后就开始有这样子 那老师你还没解释 小北一本小孩 那灵界来说的话 因为我们一般来说 它是跟人界是相同 所以它也会有 我们讲说跟我们在讲 也是一样有所谓的生劳病死 那么在冥界里头 只是它的死亡过程里头 只是它必须要转化再投胎 再回到人间 那么变成我们叫一般的小孩子 那么再重新再投胎转世 可是当时在冥界里面结婚生小孩 不是说再转回来 没有转回来 将来 将来就是说 它在阴间的阴寿结束之后 还是要再投胎 那种转化成两件的 再转一次 其实我在想有没有可能就是 比如说在阴间 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结婚之后 然后那个小宝贝它也是死掉的 然后就把它抱来说 这是什么想法 不会 会这样吗 其实跟我们人间是相同的 它也是生出来的吗 对 其实我们对于灵的那种观念来说 一般人应该要慢慢慢慢修整 不要觉得说它很恐怖很可怕 其实它就跟我们人一样 就存在一个一个空间里面的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你 因为这样的好像一点打破我们本来这个宗教信仰 像他们说一般这样自杀身亡的人 通常好像没有办法偷开转 或者再继续让 他们就好像一直在那边受苦受罪 那为什么我小姑姑会发现比较这样突离的情形呢 其实这个跟家族也有关系 我们讲说 因为一般来说 死亡之后成为我们叫做地妇灵 也就是被绑在这个地方 他每天可能会重复自杀的动作 那但是呢我们讲说透过家族 如果说家族本身有在做修行 做一些那种话 有无形中回想给他 那事实上可以减轻 他们认为做一个超脱的一个 这个原因啊 小姑姑走的时候几岁 二十岁 二十岁很年轻啊 很年轻 这就是您所说的 也就是您所说的 这么说的 那么两十一 这就是这就是一个 这个原因啊 是那就是 他达到这就是 这个原因啊 对